B2是这个单号,对不对,所以单号部分就是B2,然后再来就是D2 D2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订单日期,再来是G2 这个我想各位等一下再自己比对一下 G2的话呢,就是什么,到货日期,然后分别把它储存起来 再来就B3,B3的话就是客户嘛 再来就是C3是名称,客户的名称 然后联络电话,再来就是地址 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然后再来就是B4,B4是什么,B4是地址部分 存在这个,然后再来就G4 G4的话我们是在销售总和 所以分别呢,把这个八个资料要做存放的动作 那我要存放在哪里 特别注意哦,前面我们分别 如果说要暂时存放资料的话 会放在所谓的变数里面 那变数的话呢 我们前面好像4回圈里面有I嘛 J嘛,有没有X 那那个就是所谓的变数 可是呢,如果说我今天处理大量的资料 那这个大量资料如果每一个都是 我可能变成A,B,C,D,E,F 可能要这个产生很多的变数 那如果我不想要产生很多的变数 我只想一个变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正列 那这个正列的话,实际上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规则非常简单 A的话是一个变数 那它的道理有点像怎么样 就是说,我这个变数A 空间很大 就像你家房子很大 那你可以怎么样拿来隔间嘛 那你把它隔间之后呢 本来只能住一个人的嘛 对不对,一个大房子没隔间的话 只能睡一个人的话 那你隔间之后呢 你就可以隔成八间套房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给八个人去住嘛 那这个正列有点类似像那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呢 那怎么样隔间 非常简单 后面呢,加一个刮弧 那正列呢 它是从零开始 所以我可以从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分别怎么样呢 就可以有储存的空间 那这个变数其实就在记忆体里面 开一个空间 那我们可以把值 放在记忆体暂时存放起来 那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那分别把range 特别重要这个range 我想前面用很多的话 然后呢 名称B2 也就是把B2这个单号呢 暂时放在A0的这一个正列里面 然后呢 再来就是D2 分别我想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先对照一下 然后呢 存放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怎么样 再切到另外一个页面 分别把资料放放放放放 放完之后的话呢 那就会增加一笔资料了 我想第一步请各位 先把这个部分先完成好了 我等一下逐步呢 再来跟各位做说明 二、三、四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第一步 先把这些范围的资料 我们有八个栏位的资料 先放在正列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切过来 因为我已经暂时存在那个正列里面 接下来就切过来 那切过来这个动作的话呢 其实程式就是这样子 许词有没有 就是什么名称 点slate 我想跟前面一样 它就切过来了 切过来之后的话 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资料 一个萝卜 就是再把它怎么样 写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叫什么呢 sales 第二列 对不对 先列 再栏 第二列的第一栏 所以是这个储存格 这个把刚刚这边